問社會不公 打政治不義 我是黃志賢 歡迎收看夜問打權 選舉我們知道非常重要 對於政治人物來講 選舉是拿到權力 攻城掠地 唯一的法律允許的戰爭 但選舉 來來去去 選舉之後 我們還是要做人吧 所以選舉的時候你可以攻防 你可以互相挑戰 質疑 甚至罵都沒關係 但是請你守住 做人的最起碼的底線 我的家人 我的哥哥黃偉哲 他選舉 在30年前他從政的時候 我跟他有三個約定 其實是我對他三個要求 因為我是一個蠻凶悍的妹妹 大家都知道 三個要求 第一個是不貪污 不仇恨 不要做讓祖先蒙羞的事情 因為從小我就蠻凶的 所以這是我對他的三個要求 他的意識形態 他的政黨 我反對 但是我底線 我說政治裡面有太多灰色的事情 但這是我對你的請求跟要求 如果他貪污 我會是全世界第一個站出來要求他下台的人 因為我檢驗別人 我黃智賢 我會用更高的標準 更嚴苛的標準 來檢驗我自己跟我的家人 這是我黃智賢 我黃家不容許 豈容許貪污之人 昨天早上有一個記者會是黃振營 他們出來開記者會拿出證據來駁斥 過去從一月二月三月以來 各種人馬對他拿 拿著一個逃亡在外面的詐欺通緝犯 經濟罪犯 邪口喷人的話 來說黃偉哲貪污 我忍啊忍啊忍啊 因為業務打權是個政論節目 我是主持人跟製作人 我不願意公器私用 我不願意即使我知道證據 即使我知道真相 但是我可以幫天下所有的人 真公平 真公義 講公道 但是我不能夠幫我的哥哥 幫我們黃家做任何事情 我忍啊忍啊忍啊 但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 媒體有公道嗎 有公道嗎 在沒有證據的質疑下 那黃偉哲那個蠢蛋 他沒有辦法好好的講自己 但是我們的選舉就要懲罰蠢蛋嗎 媒體用鋪天蓋地的說 黃偉哲貪污 沒有證據 不用證據 等到昨天黃偉哲清白的證據出來以後 媒體的報導是這樣 說他是這樣 曾經是這樣子 這個社會有公道嗎 黃偉哲沒有錢 那又怎樣 我跟黃偉哲講 你立委可以不要做 市長可以不要選 你給我清清白白做人 我們黃偉哲 我們黃偉哲 豈能夠民生被玷污 我忍 我繼續忍 忍到有一天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會出手 選舉後我們還要做人 這個世界不是只有權力 沒有良知 不用有良知 我們大家還要有人格的最底線 今天共同集大權的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前監察委員葉耀鵬 大家好 臺北教育大學教授 莊啟明 臺北市議員王洪威 事先好 大家好 臺北市議員參選人游淑慧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國民黨發言人侯孟凱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知道為什麼找孟凱嗎 因為被孟凱害得很慘 因為這個傢伙太有創意了 他就發想了這個 民進黨的插畫撲克牌 這是一個正常的撲克牌 然後你還 上面有每一句每一句的 民進黨的插畫 幹話 來 我們分享一下 可愛的王世堅 香蕉皮煮過以後 像剝皮辣椒 然後 謝長廷說 臺灣漁民比較活潑 神出鬼沒 很難保護 這是 然後吳亦寧說 我的薪水一年不到250萬 只有248萬 這個 所以 孟凱 你怎麼會做出 這麼有創意的事情 其實志賢姐 我想跟全國觀眾朋友來報告一下 這個收集這一些插畫 你知道多少人跟我要嗎 是 我們全部的黨部 還有中央黨部的電話權威也都被打爆 收集這些插畫 真的一點也不難 同仁差不多一個下午的時間 全部收集了 因為民進黨過去兩年 五個多月的執政 確實有太多的插畫了 所以馬上要收集完 難在難在哪裡 一副布克牌52張 再加上兩張鬼牌 總共只有五十四張的扣打 所以我們要去無純金 把經典的插畫全部留下來 放在這布克牌上 所以這一點比較難 也代表說過去真的有太多的插畫 而更重要的就是呢 我們說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我們做這個插畫 其實插畫布克牌 主要就是要讓大家玩的時候 可以記得原來過去民進黨 有講過那麼多插畫 而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剛剛之前 節有講是說非常多人都在要 其實我們做出來五萬份 一份只有十幾塊的成本 但是全部的縣市 大家都瘋狂的需要來一副 我自己就收到兩個 我印象最深刻的 一個是一個七十八歲的老農民 他傳簡訊給我 跟我講是說 他已經是四十多年 黨齡的這個黨員 他覺得這一次 真的大家要站出來 而他很認同後面的這一句話 就是不想再聽插畫 不要投給民進黨 所以他就希望是說 能夠拿這部布克牌 那我們也希望是說 用這樣的一個布克牌 可以讓大家都知道 我們真的不想再聽插畫 今年年底 做出最正確的決定 好 又講到選舉了 但是沒有辦法 你活在臺灣 選舉決定我們權力的轉移 所以你必須看選舉 那你以前你看三國 三國演義是真刀真槍的幹 現在選舉其實就同樣的事情 選舉台北跟高雄 現在變成雙城論壇了 為什麼呢 因為高雄的選情牽動台北 台北的選舉的人 又來喇高雄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柯文哲他的競選總幹事 也就是藝文界常常拍電影 寫劇本的小野呢 他十月五號拍了一個影片 表態力挺陳其邁 他說我真誠地推薦陳其邁 這個是十一月五號 我們看看他講什麼 他講完之後呢 其實柯文哲也有回應啊 說我跟韓國瑜以前關係還不錯 選舉不要選到人情事故都沒有了 小野已經有跟我說過狀況了 我叹一口氣沒有講什麼 人跟人不是只有政黨 有同鄉同一個教會 我聽一聽沒有講什麼 我不會把我的意識形態套在別人身上 韓國瑜也講小野支持誰 都高度尊重 支持誰都沒問題 我也有支持自己的人 不會用陰謀論去看 我是然後看看 他昨天來葉文打拳的時候 我也點到這個事情 看他談什麼 柯文哲他的競選總幹事小野 跟他的副市長 都表態或者拍影片說 我支持陳其邁 我不是要問你這件事情 這個格局太小了 我想問你是說 你在政治的江湖 也半輩子了 你也起起落落 你也藏過人家給你的冷眼 然後也被人家邊緣化過 也被人家看不起過 覺得不好了啦 就這樣子啦 然後 如果這些江湖上面的恩怨 江湖上面的人跟人之間的恩義 你跟柯文哲也有恩義 也有情懷 可是也有對壘 你告訴我你的感覺是什麼 你說柯P還是人生 這是完全不一樣概念 柯文哲也可以講 人生也可以講 我跟柯P個性完全不一樣 我不是要你評論柯文哲 你叫我評論也可以啊 你隨便講什麼就講什麼 我是敢愛敢恨啊 柯P是不敢愛不敢恨啊 我們基本點就不一樣了 好強喔 那你看到這麼多政治上的恩怨 這是人生很巧的一段 從事政治活動就短短歲月 人的一生就這麼幾十年 你含著怨恨 懷著作業作福 就懷著大撈一把的心情搞政治 也是一種態度 你懷著付出奉獻 也是一種態度 我年紀輕的時候我不懂 我現在已經老了 我也開始生命往夕陽西下 在最後這一段 就幫台灣這個土地跟人民 留下一些東西 這是我現在的體會 但三四十年前 二十多年前我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可不是這樣子 洪威 你覺得柯文在幹嘛 然後他的土地 扶謀怎麼樣 這次選舉本來就非常複雜 他不是單純只是點的選舉 因為他事實上 比如說有柯P的外衣效果 或者有韓國與韓流的外衣效果 那這次發生的事情 其實非常微妙 那大家也知道 本來之前這個黨 國民黨中央是安排 十一月十一號 六都市長候選人 一起到臺北肇事 那麼在前兩天就傳出破局 那當然討論非常多 那其中有個討論 就是因為韓國瑜念疾過去跟柯P的情誼 或者是韓粉跟柯粉之間的重複 擔心影響了高雄的選情 所以呢 就不到臺北跟丁守中這個合體 那這個訊息呢 剛剛確定之後立刻 這個影片剛剛大家放的那個影片 就是小野挺 陳其邁的影片 是陳其邁正義所放出來的 這是他一系列的一個競選的影片 因為後來他說他還有這個 世大運的這個推手 蘇利雄也要來推薦陳其邁 而且因為剛才打了馬賽克 其實這個影片原來在旁邊 他很清楚的標示的是 對 是柯文哲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那所以這樣的打一個他的直嫌 這代表什麼 這好像就不是小野個人來挺陳其邁 而是柯文哲他來挺陳其邁 因為這是他的總幹事 當然這個影片一出來之後 引起非常多的疑慮 那柯P顯然是怕擔心影響他的選情 所以這個小野也切割 柯文哲也切割 哇他切割來切割去 說跟我沒有關係 但是關鍵是 剛才這個媒體其實也有訪問柯文哲 柯文哲說這個事情小野有跟他報告 但是他有沒有說No 他說有沒有說My 不要這樣做 沒有 他只愛 按他說吧 愛 叹了一聲氣 那小野可能覺得愛 愛什麼愛 那我就做了 那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微妙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只是印證一件事 就是其實你看柯P常常是這樣 因為他希望左右逢源 但是他常常誠信出了問題 譬如說他曾經對兩岸一家妻道歉 道歉之後發現民調低了 好 趕快又改口 譬如前一陣子他曾經 聲援過婦聯會 後來發現影響我的選情 然後又開始澄清 就如同這一次 小野又出來挺澄清邁 他發現又影響我的選情 又趕快來切割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柯文哲 一而再而三的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好 我們來聽聽看柯文哲怎麼說 那時候小野跟我講我聽一聽也是 嘆一口氣也沒有講什麼 就是 嘆一口氣是不贊成的意思嗎 不是啦就是說我們不會把我們的意識形態去 強調到別人 每個人都每個人的人情世故 柯文哲跟韓國瑜之間的情意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十一月四號這是陳佩琪穿著白衣服 戴著藍帽子 然後這個是林佳蓉的夫人穿著白衣服 穿著綠衣服 所以白綠 為什麼陳佩琪去台中市找廖宛如一起參觀花博 那這不是在挺林佳蓉的一種表態嗎 所以臺中是這樣 高雄也挺民進黨的陳其邁 那不是綠白合作嗎 莊教授 這太明顯了 所以剛剛那個柯皮亞說 他聽那個小野跟他講 他探口氣 那個蔡總統什麼叫假新聞 這就是假新聞 怎麼會探口 怎麼就規劃好了嘛 說老實話這個還用到頭腦 用膝蓋想就知道什麼 可是我常常在講說 不要聰明 反背聰明物 民主黨當初把深奧廢掉 要去關堂 認為對蘇貞昌有幫助 我那時候就講過了 這是賠了夫人又責兵 為什麼 你會讓臺灣人民覺得說 我越支持國民黨污染就不會來 對 盧秀燕民調壓得越高 臺中的那個活力換人黨的基礎 就要檢討 你越支持民進黨污染就過去了 為什麼去關堂 因為民進黨知足都很高 他們不怕落選 對不對 所以你要這樣想 所以你看看前一陣子 萬萬民調 蘇貞昌跟侯瑜幾對幾 五十四對二十六 兩倍以上 當初只差十幾 為什麼差那麼多 人民越來越鑑定的認為說 我只要越支持國民黨 我就越安全 同樣的情況 你今天柯P這麼多人會支持 你是因為覺得說 你是藍綠之外的一個選項 這樣 可是你如果你在回答 因為你民調跟丁守中接近了嘛 你回答老的思維說 我需要綠營的選票 你錯誤了以為說綠營的選票 只要棄保效應就會過來了 你完全錯誤 綠營當初為什麼不支持你 因為他們對國家認同的問題 他認為你已經變成紅色的 對 所以將來這些百分之十人 要含淚投票投給你不到百分之二 可是中間認為你兩岸一家親 認為你是可能是藍綠之間以外一個選項人 我認為只要百分之十 我認為只要百分之十 你們只要跑掉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 所以這樣你拿的不多 你丟的更多 我最近在這樣聽 就好像回到上一次嘛 你說兩岸一家親的問題 你去綠的電臺 道歉 道歉以後隔天的民調 他馬上掉下來 因為那一塊中間的人覺得對你有疑慮 你這次是double 第二次 你第二次這樣double的話影響有多大 上一次一例已經算了 就給你一次機會 這次更深 更深 而且玩得太有點又回到尖巧的感覺了 這一動作是不是動作 這一動作都是動作 臺灣人民市長 包括這個市長選舉的時候 還有姚文次是民進黨的候選人 他說今天科B不在 所以我不談他談韓國瑜 開玩笑 你是拿市長的證券 利用這個證券 你的主要對手是韓 是 而且你說你第三名 你就要 你要退出政壇 結果你不打科B 對不對 他是你主要對手 你去打誰 你打韓國瑜 這個一幕一幕又又又上來 再來小野 我當過你家的總幹事 當總幹事的人沒有個人 我當校長 現在立法系主任到行政職的人 絕對不能幫人家助選 因為你是系主任 你是校長 你有行政職 你幫人家助選的時候 人家會誤以為說 這個學校在支持 這不行的 你是柯文哲的總幹事 站在行政職的立場 你根本不該有個人 所以他說我十七天以後就自由了 那你為什麼不支持總幹事呢 你支持總幹事你就自由 你要支持誰 我都沒意見 你這樣做 就讓我們覺得說 你拿著總幹事的身份 去跟柯文哲講 然後你們兩個在演假新聞 然後說我十七天以後就自由 那你現在不是自由 你憑什麼去支持陳其邁 對不對 那我覺得說老實話 你這樣越晚 只是把你的格調越低而已 越來越low了 董哥 這些白夫人 綠夫人 鄉建歡 然後小野 我們我真的 我們看臺灣的選舉幾十年了 哪有一個人的總幹競選總幹事 然後跑去拍影片去 去關心另外一個城市 另外一個人的選舉 騰他鬧這種事 對啊 所以這頭銜要趕快弄掉 小野很多東西是抹不掉的 他大學時代 他寫小說 就在中央日報連載 黨營的中央日報 那時候我們大家都在寫一寫著 羨慕得要死 是不是 怎麼那麼棒 民國六十三年勇之聲 那個小說 然後後來他就到中營 當了編輯組的組長 黨營的中營 領固定薪水喔 對啊 是啊 然後他就在那邊承民 而且很舒服 人家給他很大的空間 非常大 他跟吳戀錚都在那裡 對 所以我們臺灣人說 你要吃狗子要拜樹頭 不能連人家樹都砍了 但小野講這話 表示他對陳其邁完全不了解 我剛剛很仔細的聽 他說陳其邁就讓他勞心 比較老實 比較鼓勵 我們臺灣人說鼓勵 陳其邁會鼓勵嗎 我們認識陳其邁那麼久 不管挺他挺了那麼厲害的人 都不會認為陳其邁是個鼓勵的人 絕對不會是嘛 對不對 就是他的優點是別的 陳其邁在立法院是多麼兇啊 我們跟他上過多少電視 他講話是多麼刻薄啊 對不對 他執行陸委會主委王毅齊 他說我是你爸爸 怎麼會 是不是 所以你看他那時候肯亞案 他要逼夏立言 說我們要對中國大陸做制裁 因為肯亞抓了很多臺灣詐騙亂 民進黨要求一定要送回臺灣 不准送去中國大陸 要保護這些人 那夏立言說沒辦法 這國際的局勢怎麼樣 肯亞有他的結定 怎麼樣 他就很氣說 那你不會去制裁 夏立言說我們能夠制裁他 就是讓大陸觀光客不要到臺灣來 他就一時以塞 因為那時候蔡英文已經顯贏了 可是還沒有就職 還是馬上就在當 他說我們有必要這樣走到這一步 跟他撕破臉嗎 那你到底是有什麼意思 然後小偉又說 小偉說陳其邁是一個醫生 醫生也有黃黃燕 現在流亡在美國 醫生就是好人嗎 所以用這種職業來肯定說他是好的 我覺得小偉這個人有問題 可是他跟柯文哲是在唱雙黃 柯文哲很需要立的票 為什麼 因為最近民調他太接近了 我們昨天節目有講到三份民調 有一份是台灣競爭力論壇 他的民調是多少 三十六點六比三十四點三 他贏丁手中一點點而已 那現在柯文哲想的是什麼 一定要操作棄保姚文治 姚文治的票百分之百流向他 絕對不會一張流向丁手中 所以你可以看很清楚 這是他們的策略 是不是主委 不只小野 小野是他的總幹事 要不要經過他同意 陳佩琪殺老婆 要不要經過他同意 還有一個人叫林清榮 是他的副市長 而且兼臺北市選委會的主委 他是選務人員 他居然也去幫陳其邁拍了一個 推薦影片 而且他影片大家去注意 他故意壓在日期是八月二十四號 可是九月一號他就接選委會主委 那這個是要規避 對他是要規避說選務人員必須中立 可是一旦他接任以後 這支影片就不能夠再播才對 昨天有人來檢舉說 這支影片還在播 所以現在已經有人跟臺北市選委會的監察小組 去檢舉這件事 他有林清榮自己有沒有違法之餘 可是大家想想看 這三個人都跟柯文哲是左右手的關係 如果他的總幹事可以因為人情事故 去跨越白綠的話 我可以預期接下來沒有多久 姚文志的總幹事洪耀福也會來挺柯文哲 上個上上禮拜 我就聽到民進黨陣營傳說要棄保棄保 我以為是棄姚文志保市議員 我覺得這樣是合理的 後來他們告訴我說不是 是棄姚文志保柯粉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的粉絲 在全省很多縣市都有外衣效果 很多縣市可能目前就是差那五趴 柯粉的那五趴 所以換得柯文哲的支持 是可以保台中可以保高雄 可以保其他的縣市 如果有差那個五趴到十趴的差距的話 所以這樣利益交換 我們就可以理解 可是這樣的利益交換 背後有多麼大的骯髒 那柯文哲是不是要推翻 他的兩岸一家親呢 還是民進黨他要放棄他的兩岸的立場 轉向兩岸一家親 如果是這樣我們很歡迎 因為這樣子的話就是白綠藍 從此兩岸政策是一致的 我覺得臺灣會安靜一點會寧靜一點 會快步向前走 機關算盡到頭來 你玩弄選民與部長之間的話 到頭來你的小命就會上盡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這一招 他認為他很高明 其實我們剛剛每一個人都可以講出 一般道理出來 因為我們選民看不出來嗎 我們選民照樣看得出來 所以他這一招他以為他得利 錯了 現在的選民以為大家驚得很 不要以為說你這一招一來 你就可以難力就可以再通通通吃 不可能的時間 現在被人稱為勾矣的陳其邁跟韓國瑜 在11月19號 兩人直球對決會有第一場 歷經千辛萬苦才成局的一個辯論會 那這個辯論會很重要 是因為大家都在隔字叫罵 但是到最後到底兩個人可不可以同場 然後互相把證件丟出來 其實大家都說高雄市深綠的大本營 然後如何堅不可摧 高雄縣被民進黨執政三十年 高雄市原來的高雄市執政二十年 這樣子合起來的大高雄市 我們來看看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得票率是怎麼樣 陳菊是五十二點七九 楊秋興本來是民進黨 他後來退出了 然後以五黨籍參選是二十六點六八 黃昭順代表國民黨是二十 所以兩個人相加是四十六 陳菊抗民進黨拿五十二 中間只差六趴 中間只差六趴 可是二零一四年 因為太陽花跟整個的大局勢 那個海嘯一過來 所以陳菊是大贏狂贏五十萬票以上 那我們來看 這裡有號碼 這是人口數 第一大票商是鳳山 鳳山楊秋興加上黃昭順 合起來是十萬票 贏陳菊 第二個三明區 三明區四十六三八 加起來八萬多然後十萬 輸到八比十也沒有輸太多 左營二三二九加起來就贏陳菊 男子十九二四加起來輸 所以你看有贏有輸每一個區 葉偉你怎麼看 其實如果翻過2014 從2010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盤跟陳菊的盤 其實四十六比五十二中間其實是六%而已 難怪韓國瑜到現在其實是五多 只是國民黨過去放棄太久 應該這樣子 每一次的選舉 其實大環境都會有影響 那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四年 那個都是整個這個大環境對國民黨非常的不利 從南到北 從北到南 整個全盤靜默可以這樣子講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真正實政好的話 現在民進黨也面臨這個狀況 大家不要以為說 固然韓國韓國瑜的效應是有 但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還是 蔡英文實政 太多太多人民的不滿 從這個國防 外交 教育 交通 內政 經濟 財政 可以說是千仗百孔 隨便我們舉個例子都問題很多 外交斷交 國家斷那麼多 國防出了一個逢四寬 教育把管事件 交通嘛就是這個 就講普悠瑪的翻車事件 太多了 隨便講哪一個不 都是千仗百孔 但是沒有一個官員出來負責 你說老百姓看來 沒有一個官員出來負責 他反正已經爛定了 我就這麼爛下去 賀文哲把他的小野 他的總幹事 還有他太太 去臺中跟他們會合這個 還有副市長 還有副市長 我覺得他是跟 除了跟這個綠營 低了投名狀之外 我覺得他根本就是免禮長征 八方美人 機關算盡 機關算盡 他也想討好這邊 也想討好那邊 這邊的票也要 那邊的票也要 可是我跟你講機關算盡 到頭來你玩弄選民 與鼓掌之間的話 到頭來你的小命就會上進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這一招 他認為 他以為他很高明 其實我們剛剛每一個人都可以講出一番道理出來 你以為我們選民看不出來嗎 我們選民照樣看得出來 所以他這一招他以為他得力錯了 現在的選民已經大家驚得很 不要以為說你這一招一來 你就可以難力就可以再通通通吃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回過頭來講我們現在高雄 因此剛剛說列出來那個表 那是當年的得票 那為什麼現在我剛剛說了 大環境不好 使這個韓國瑜可以他能夠翻盤過來 可是現在目前可以說 這個難的通通歸對 還有中間選民不滿 然後積極起來 很快就可以超越這個陳其邁 我還講的是說當二零一零年的時候 陳菊代表綠的 代表民進黨 對 那當時反對綠的還分裂喔 因為國民黨跟楊全新沒有整合 分裂之下合起來可以拿到四十六趴 陳菊有執政優勢才拿到五十二趴 因為他已經是連任了嘛 五十二趴 中間只差了六趴 那今年中央民進黨執政這麼差 然後這樣子的話 所以真的是五五波可以波 可以這樣講 但是你要知道陳菊在執政的時候 他利用使盡各種手段 沒有反對的聲音 完全沒有反對的聲音 他所有的施政措施 媒體都不敢報 也都沒有報 地方媒體都被收買了嗎 都被收買 因為現在 這個我必須講得很明白 現在因為文字媒體平面媒體不好經營 所以很多地方的這個記者等等各方面 必須仰賴市政府官藍的眼神跟官藍的這個 董總的措施 這個叫做 各位觀眾這叫業配 對 好 業配 你把行話講出來了 就業配 我只有夜問打拳 一毛錢的業配都沒有 對 你這個行話就說出來了 因為業配所以不敢搓陳菊的痛腳 搓了也沒有用 連議員在市議會質詢都沒有辦法報出來 可是你今天陳菊一走 陳菊一走 這些以前通常的不滿就可以冒 都可以冒出來了 一個一個冒出來 所以陳菊他現在回去浮選 他以為我回來了 你們會聽我道 沒有 人走查量 告訴你 你在你再來一百次也是如此 我敢在這個地方斬釘截鐵的講 太多以前符印你的 不管這個百業的工會 百業就是各行各業了 他們的工會以前都跟你保持友好 唯命是聽 那現在你走了 表面上對你客氣已經不錯了 沒有說我現在沒空 好 我們來回問一下陳菊 因為陳菊其實他當市長的時候 他的手段是霹靂手段 所謂的霹靂就是對於膽敢質疑他 挑戰他的人 我們的好朋友邱毅就是一個深深的受害者 然後但是他的愛將出問題的連環炮 不要講說現在現任的交通部長 其實也有問題 那現在還有一個是他的愛將被判刑定驗 被通緝 結果檢警怎麼找都找不到他 沒有辦法把他抓起來去坐牢 通緝犯很有趣 這個是陳菊的愛將已經被告貪污 他是高雄市政府新聞處 前機要秘書趙家寶 向試運會的廣告得標商 臺灣電通所匯一百八十萬 二零一四年被一貪污罪判刑十一年定驗 二零一四到現在已經四年了 四年了 還沒有入獄服刑 那他躲到哪裡去呢 他日常生活一點都不低調 常常在高雄地區趴趴趴 臉書高調PO文PO照片 還有留言他的好朋友留言說 自由真好 上個月在高雄餐廳看到趙家寶 跟綠營某立委的助理開心聚餐 所以通緝犯在我們這個社會 是一個完全負面的名詞吧 高雄地檢署說趙家寶 因為試運招標怎麼樣 他沒有到案 所以隔年就對他通緝了 我們會請警方加強查記 好奇怪喔 朋友找得到他出來吃飯 但檢警找不到他 沒有辦法把他抓去坐牢 陳菊跟他的關係是什麼呢 他到陳菊到高雄市政府的社會局 當局長的時候 趙家寶擔任機要秘書 陳菊跑到中央當勞委會主委 趙家寶又跑到勞保局總經理去當秘書 陳菊當選高雄市長以後 趙家寶又到高雄市的市政府任職 擔任新聞處的機要秘書 期間兼任2009年市運廣告案 招標的評審委員 我插一句 通緝犯就是壞蛋 就要請你面對司法 可是現在選舉的緊要關頭 大家都知道很多官司 都在選舉投票日之前不會有答案 為什麼有人拿一個躲在美國的 詐欺通緝犯來對付選舉的人 要不要臉 要不要臉 等一下回來 我想陳志忠和陳其邁 到現在網路都還在傳那張照片 兩個人站在一起 那陳志忠旁邊就是我爸貪污 那陳其邁旁邊就是我爸幫他爸貪污 所以兩個人都是台灣典型的貪二代 好 貪二代 那所以其實當陳水扁這次 為了陳志忠的選舉卯足全境 當然他也是挑戰蔡英文的權威 所以一而再 再而三的挑戰 在那個司法的紅線 包括搞一個所謂的十周年 被迫害的一個十周年的年輝 阿扁的這個關係是被迫害嗎 是政治迫害嗎 柔哥 你跟他很熟 我認識他爸爸 他爸爸是國中校長 叫趙蓮初 我跟委員都認識他 但是他這個兒子去投靠陳其 其實大家都不意外 年輕人找明朗出頭表塊 合理 對不對 那剛剛你看那個檢查 那高雄地點子出來講 說我們有通緝他 你知道他什麼時候案子定驗 你知道嗎 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 什麼時候通緝嗎 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九號 二零一四年定驗 二零一五 一七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第二年 一年後 一年後才通緝 才開始通緝 怎麼會有這種事 因為包屁阿 你沒有準時入監 就立刻通緝阿 是阿 我們高雄地點署就是這樣幹 高雄地點署就是專門在幫民進黨 塗之謀魂的阿 然後下來就通緝 大家你看都講他四年為什麼不用 因為地點署發通緝以後 就給警察 警察就要去找人 警察是誰的人 警察是高雄市政府的警察 怎麼會去幫阿 當然是阿 所以你今天看到那種光外陸離 在高雄已經變成畫外之地了 我挑戰你一句 董哥 你認為警察不知道這個趙家寶人在哪裡 當然知道 怎麼可能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他在高雄出沒 陳吉在高雄警察局三民二分級的分級長 因為他不只包括岡山 包括哪裡 警察都在包庇電軟 裡面最大宗的就是分級長三線一的高官 收紅包 他的組長做白索套 那現在還關在牢裡面還沒出來 他現在只要出庭就出來哭訴 自己好可憐 家裡都辛苦 這個人叫李士昌 不只這個 他的兵役處長是曾路關 叫趙文蘭 也是跟人家收錢收六十萬 民進黨市長部主委 他是民國九十五年幫陳吉選上 然後就當了七年的兵役處長 後來收了錢 被人家發現 然後就只好把他 只好後來就抓去關了 關了以後出來 他又去選高雄市長部主委 繼續選 結果同而競選 現在在幫陳吉邁操盤 操盤以後 陳吉邁操盤以後 他當然又有個好官可以做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些人都有好處 你記得嗎 陳吉的職額在選立委的時候 民國九十六年 他九十五年當市長 九十六年他職額就出來選了 李坤哲嘛 李坤哲怕人太少啊 所以環保局就幫他動員清潔工 清潔工大家來捧場 然後環保局長 校益政就說大家來 可以領環保局的加班會 所以大家就來領 領完以後被人家東窗司發 校益政被判兩年定驗 也是去坐牢 我講這個案子隨便舉都有 後來接校益政這個環保局長 叫李沐森 對不對 李沐森後來 人家有他的標案 他就通通報訊說有哪些委員 你們可以去怎麼樣 被派刑一言兩個人定驗 我講這些都是政務官 政務官很大耶 你隨便舉你就知道 我們看到了高雄市 他其實已經大家都不認識了 這個太嚴重了 陳菊他的下面這麼多人出事 那高雄成為某一種保地 做了某一種事情的人都會跑到高雄去 陳水扁啊 他不是高雄人他台南人 但他台南不住要住高雄啊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天啊 在十一月十一日 陳水扁被上銬收押 他說司法冤獄政治迫害 臺灣加油 我的天啊 然後在二零一八年雙十一 人家是在網路上下品買東西 結果他是一邊一國連線 要在高雄市三民區三豐宮 舉辦陳水扁政治受迫害的十週年紀念晚會 主題是一邊一國 顧臺灣平反陳水扁討公道 那陳志忠轉述陳水扁的說法 說我不會缺席 但是陳水扁的信用歌物語說 不准也 即使人家不准他去 也要去感 不准也要去感謝人家 這什麼意思 我看不懂 對 完全看不懂 所以 不准也要去感謝人家 是什麼意思 所以意思就是陳水扁現在吃了襯托鐵的心 就是那天不管說法務部怎麼規定 不管說中華民國法定怎麼規定 他就是一定要去 那這樣不就是公然的 跟我們臺灣的司法挑戰嗎 所以我們講說這個是什麼 1111什麼受迫害十週年 抱歉 臺灣的司法 才受這個陳水扁 才受這些貪污犯迫害 現在其實很簡單嘛 看得出來嘛 人家就講是說這個 剛剛我們提到這一位受貪污犯 定驗十一年的刑期 對 十一年很重 十一年是非常重的罪 十年以上就是重罪了 對不對 即使是你進去關 你說什麼 可能裡面的這個表現良好等等 要申請假釋都至少要關五年以上 所以十一年是非常重的罪 為什麼可以在逍遙法外 四年多的時間現在找不到 高雄的檢調你們在幹什麼 說個不客氣的話 說不定去問那個海鮮店的餐廳老闆 說不定他都比較知道這個 這個受刑人的下 這個通緝犯的下落 因為他就是囂張嘛 說一個台語就是說 因為他認為說在高雄 我這邊反正我這有背後大靠山 反正檢調不敢動我 反正檢調也不敢通緝我 所以我就可以爬爬走嘛 所以如果說高雄被民進黨執政了二十年 就可以這樣子變成話外之地的話 那各位觀眾朋友 再給他們四年八年的時間 台灣會變怎麼樣 高雄會變怎麼樣 剛剛我同意我們夜監委 講得非常好 其實花媽他離開了之後 又再回來之後 過去花媽成局 他在高雄真的是用高壓的方式 誰不順他的意 或說媒體沒有報導他 比較好的一個客觀的政績 政績的話呢 可能下一個下一次的這個標案 下一次的這個廣告 就沒有辦法有他的份了 所以有一句話講得好 叫怕管不怕管 因為你以前在的時候 是有辦法管到的 所以大家會怕你的話 但是你現在離開了 雖然大家講說北上是好像升官 做總統府的秘書長 但是你現在總統秘書長 這個位高權重 以為你有辦法管到全台灣 全中華民國這些官位 你再回來抱歉你的影響力已經差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說人民也開始覺醒了 人民也開始思考 人民也開始反省是說 過去十二年到底我們二十年 活在的是一個美麗的泡沫 還是真實有改變 那確實現在看起來是一個美麗的泡沫 所以我們講說韓國瑜為什麼這次的寒流 會有那麼大的一個迴響 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歸功人民的覺醒 那最後我再補充一點 現在的民調都還不是最後投票結果 因為有一群人是沒有被民調展現出來的 哪一群人呢就是韓國瑜 他現在訴諸的所謂的北漂的人 北漂的民眾 因為民調我們知道就是說都是做當地地方 所以說北漂的人在十一月二十四 如果說再回來投票 只要多個不要多五萬票 至少勝負就會再減少百分之三 所以我們希望十一月二十四 高雄人可以給高雄一個覺醒的機會 你這樣算不算是知無性行銷 我可沒有拿錢 洪威 我想陳志忠和陳其邁 到現在網路都還在傳那張照片 兩個人站在一起 那陳志忠旁邊就是我爸貪污 那陳其邁旁邊就是我爸幫他爸貪污 所以兩個人都是台灣典型的貪二代 貪二代 那所以其實當陳水扁這次為了陳志忠的選舉 卯足全境 當然他也是挑戰蔡英文的權威 所以一而再 再而三的挑戰那個司法的紅線 包括搞一個所謂的十週年被迫害的一個十週年紀念會 阿扁的這個官司是被迫害嗎 是政治迫害嗎 你是貪污犯 你不是政治迫害犯 不是政治迫 到現在為止 還可以睜眼說下話到這種程度 那問題是民進黨對他莫可奈何 蔡英文也不敢對他怎麼樣 那甚至我現在覺得說 陳水扁他至少貴為總統 請問趙家寶是誰啊 趙家寶到底是誰 陳菊愛將 我起先看到這個新聞 我還想說他被通緝四年都沒有入獄 我還想說他是不是人在大陸或人在海外 不是耶 他在台灣 他在高雄 他在台灣的海鮮店 他在他的臉書上在囂張 然後我們的檢調告訴你 我沒有辦法通緝到他 台灣到底成了什麼 成了一個貪污犯罪的樂園嗎 只要你背後有靠山 陳志忠有他爸爸幫他靠 對不對 陳水扁有他這個 所謂的政治迫害讓他靠 趙家寶有花貓讓他靠 所以他們貪污沒關係 他被司法定業沒關係 有這樣的一個黑白兩道幫他保護 其實這就是為什麼 這一次高雄會翻盤的原因 民心思辨夠了 真的老百姓要告訴你夠了 不是只是你的經濟不好 讓老百姓沒辦法吃飽肚子 沒有辦法能夠維生 更重要的是這些司法的底線 在你們的踐踏下 只要有民進黨的高官 是不是司法就可以不看在眼裡面 如果台灣繼續 讓這些人這樣搞的話 我覺得這是我們的崩壞 剛才孟凱不是在做自入性行銷 而是 因為我沒拿錢 沒有 我真的覺得是 是一個民心思辨 真的 台灣要改變 要靠我們的力量 沒有示威 事法沒有防線的時候 受害的是大家 不是某個政策 莊教授 陳水扁保外就醫 然後可以這樣爬爬照 這個趙家寶 像董哥講2014年定驗 7月定驗 對 然後到2015年6月 6月29號才發布通緝 幾乎等於是一年後才通緝 所以臺灣大概沒有過這種事吧 高雄是什麼樣的一個地方 最近那個屏東縣議員被判刑 而且是很 莫名其妙被判刑 馬上抓進去關了 效率多好 那這個四年了 其實我有學生在警戒 因為我是電腦的 他們有那個 我們不是有那個監視器嗎 監視器只要照到你 你是通緝患對不對 照到你 馬上可以識別出來 人臉辨識 而且馬上可以知道你在哪裡 所以四年沒有 沒有理他 沒有抓到他的話 我的感覺就是 因為人民的縱容 讓民進黨在高雄 變成白道在保護黑道 為什麼沒有抓他 白道在保護黑道 白道有所有的 警戒有所有的資料 為什麼不去抓 為什麼屏東縣的那個縣議員 一被判刑馬上抓 抓進去 因為他知道他在哪裡 警察有所有的資料 白道保護黑道 第一個 第二個 在高雄 是真的法律的天龍國 違法的挑戰合法的 阿扁就是他違法挑戰合法 而且十一月十一號還辦這個大活動 我個人是非常贊成 為什麼 你好好去辦那個活動 讓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是民進黨的痛 因為十一月二十四就要選舉 綜合是太壞了 對 這個活動可能有百分之 就是說很深綠的茉莉 那一些人會出來挺 民進黨也不敢跟他切割 對不對 但是這些人的出來的挺的過程裡面 十一月十一到二十四 也許會保住陳志忠 但是對整體的大選舉 會讓臺灣人民看見說 再這樣下去的話 臺灣的示威將會完全沉淪 臺灣的華麗將會沒有黃線 一個社會沒有示威沒有示威沒有防線的時候 受害的是大家 不是某個政黨 葉老師 接著這個莊校長所說的就是說 陳水扁是一個最跋扈的貪污犯 也就因為如此 他非要搬到高雄來做 他來住 他不會去台中 以前在胡志強 他去住台中 那個警察局不會這樣包庇他 高雄的警察局可以包庇 地檢署包庇 接下來警察局也包庇 好 那麼就這種情況之下 所有的 剛剛也列舉了很多 小董列舉了很多這個貪污犯 不要說是個性造的 還有其他等等 那麼他們以貪污 並不認為是可恥的事情 這帶給我們的社會什麼影響呢 就是說從事公務的人員 貪污只是他的本分之一而已 只是有沒有運氣好不好 有沒有被抓到 如果我哥貪污 趕快把證據拿給我 對 我一定會 就算他當選什麼東西 我每天去叫 叫他下來 對 不容他一天 所以說貪污只是本分而已 那麼貪污如果不幸被抓到 那是叫運氣不好 不是人品不好 所以他們仍然能夠在這個社會生存 仍然能夠在政界裡頭打滾 他們心裡真的都是這樣想的嗎 是這樣想沒有錯 阿扁就是一個標竿嘛 阿扁的貪污案子又不是今天才發生 這麼從開始定驗執行出業保釋出來 然後一連串的政治活動都幹什麼 就表示說司法是沒有用的 對 貪污案子會有同一位 很難以為是不循返 對 貪污案子的貪污案子